西游记第七十三回 情侦旧恨生灾毒 新主遭魔性破光 在打跑了盘司洞的七个女妖怪之后 施足四人急急忙忙的向西赶路了 还没到半天的功夫 四人就来到一个叫做黄花冠的地方 表面看来黄花冠是一个清幽的道怪 黄花冠的主人是个雅致的道士 不过这位道士其实也是个妖怪 而且名叫白眼魔君 又叫做多目怪 而且他还是上一回中七个女妖怪的师兄 而这些女妖怪现在就躲在黄花冠之中 七个女妖怪听说唐僧跟了过来 就和师兄一起密谋 要用毒药来毒死唐僧 好尝一尝唐僧肉的滋味 多目怪听把这个建议频频点头 不一会儿的功夫就从后院 拿出来一分二离用鸟粪做成的毒药 分成了四份放在茶水之中 让他们师徒四人一人吃上一份 一起上席天 唐僧猪八戒和沙僧看到茶水 皆是一饮而尽 煞时间八戒脸上变了颜色 而沙僧则是满眼流泪 唐僧就最惨了 直接躺到地上口吐白沫 唯独只有孙悟空多了个心眼 把茶水拿在手中 并没有着急喝下去 看见师父和师弟都中了毒 那也没啥好说 扔掉茶杯 就擎出金箍棒 开始找妖怪们算账了 孙悟空先是在后院 找到了那七个女妖怪 话不多说 一棍子下去 这七个女妖进阶丧命 定睛一看 原来是七个蜘蛛精 打死了蜘蛛精 孙悟空接着找那个多慕怪的麻烦 孙悟空手持金箍棒 多慕怪龟无宝剑 两人厮杀了五六十个回合 不分胜负 不一会儿 这多慕怪竟然临阵逃脱 解开了衣袋 把上衣给脱了下来 看着孙悟空是一脸茫然 你打不过你就打不过呗 脱衣服干啥呀 其实啊 多慕怪脱了衣服 才能展现出他最强的战斗力 因为他肋骨两边 竟然长着一千只眼睛 每只眼睛都能放出金光 十分的厉害 看得孙悟空是头晕眼花 只能逃离了黄花棍 每每遇到这样的劲敌 总会有高人来指点一下孙悟空 这不 离山老母就专门跑过来告诉孙悟空 要想收服这个妖怪 黄靠你自己可不行啊 你必须要到紫云山的千花洞 找皮兰婆菩萨才行 他有个宝贝 能收服这多慕怪 从外观上来看 皮兰婆菩萨的宝贝 不过就是一根 普普通通的绣花针 不过啊 这根绣花针 可不是普通铁做的 而是他的儿子 卯日星官 眼睛里提炼出来的 只见皮兰婆菩萨 把绣花针抛向空中 向着多慕怪这么一扎 就把那金光给破了 吓得多慕怪赶紧现出原形 孙悟空跑来一看 原来是一只蜈蜈爬在地上 看吧 就挥动金箍棒 要打死这蜈蜈 而皮兰婆菩萨 大慈大悲 他先是阻止了孙悟空 要把多慕怪 带回紫云山 给自己探家 继而又从袖子中 取出了三颗解毒丸 化解了唐僧三人的毒 这才驾起祥云 回紫云山去了 回想一下这两回的内容 遇到的妖怪和之前相比 可是不太一样 堪称是虫子大集合 先是遇到了蜘蛛 蜘蛛又引出来了 蜜蜂马蜂等七种虫子 进而又引出了这只蜈蜈 而且这些虫子妖怪的法力 也和它们的品类有关 比如说蜘蛛镜的特异功能 就是从肚脐耳中吐出蛛丝 而蜜蜂马蜂呢 则是擅长群体出击 至于蜈蜈蜈 仿出金光 引得孙悟空 头晕眼花 也是有点类似于 中了蜈蜈蜈毒的症状 因为蜈蜈毒能让人 头痛恶心 浑身发热呀 你看 西游记虽然是浪漫主义的作品 但其中的内容 也是能看出来现实主义的影子 那现在在击败了多目怪之后 蜘蛛四人又上路了 前路中还有哪位妖怪 在等待他们呢 咱们下回分解 咱们下回分解